瑞芳区明登陆人行路桥因为使用率偏低 驱公所在9月中旬已经陆续拆除 路桥拆除之后的斑马线人行空间已经在石座当中 原本桥增却人行道现在也多出很多空间 而道路则是将针设人川线还有设置小绿人 以维持路口交通顺畅 那比较更好 瑞芳区明登陆上的人行路桥由于使用率低 而且桥增却人行道大部分的人行空间 已经从9月中旬起陆续拆除 民众反应很不错 视野也变好 人行道行走空间也增加 台湾丁的交大路口一个天桥 那之前已经拆除掉了 那后续产生现在积极作为周边一个人行道一个窜接 所以我们拆除之后人行道桥增位置已经空出来 那这部分整个会做人行道一个改建 包括护栏 由于之前桥增占据大部分的人行空间 现在拆除后空间增加 空所也将人行道做改善 另外道路的部分也将增加行人穿越线及小绿人 还有我们人穿这部分作为配合人行道做个调整 那整个地域到11月初能够来完成 那完成之后整个人行通道 行人可以走人穿以外 还可以走我们地下道 据旁边原本就有个地下道可供行人通行 公所也一并来改善将地下道整修 让民众好行 借陈威 瑞芳采访报道